我只能请大家尽量的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线上还有好多好多听众观众在等待 下一位还是台湾的听众想请高雄的佟先生 简单的发表您的问题 佟先生 高雄的佟先生请讲 我喜欢跟大家交换一个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的教育的经验 挺简单一点 我是台大毕业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好处 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学到了 所以我一生受用不尽 同时我后来到美国留学 学了电脑 跟大公司做了二十几年 美国公司的那个教育 就是他们不叫口号 不喊口号 但是他们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鼓励每个人有独立思考 创建的那个能力 这一点是跟五四精神一样的 好的谢谢高雄的佟先生 下一位我想接听大陆的听众 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或问题 张先生您好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 大陆现在实行那个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属于上升建筑物 政治属于政治体制的一个范围吧 比如说高校要实行 有人建议要改官员制校 改为教授制校 我认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大陆的教育体制能够改革的好吗 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下一位是台中的罗先生 罗先生您好请讲 各位好 你好 今天所有的来宾讲的我都不赞成 为什么呢 现在大陆的经济的发展的建设 都是靠一些打工仔 盖桥梁盖铁路盖房子 原子弹轻弹各种喷气战斗机的发明 都是谁发明的 难道都是洋人帮我们做的吗 他们都没有受到当地的教育的 房间的栽培培养出来的吗 这些做桥梁高梁的技术 是不是一种高科技也是一种技术 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的呢 把大陆的这些科学家的教育 共产主义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人才 都是高干子弟 那么高干子弟能够造这些东西出来吗 好的 谢谢台中的罗先生 谢谢您 才问是湖南的网民 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请讲 是的 请讲 请问一下那个台湾的开放像大陆留学 就是大陆留学是可以的大陆 什么是开放 还有台湾的那个收尔那个出生率比较低 有好多大学招生不满 希望 希望 希望招收大陆学生 为什么台湾的立华委员不批准呢 好 好的 谢谢湖南的网民 何先生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您好 嘉宾好 我想向那个台湾的彭教授 请教 就是问题 就是台湾的私立学校的情况 就是美国的最好的学校吧 就是私立学校吧 就是台湾的私立学校是什么 请彭教授介绍一下 我的观点是完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南的网民张先生 再一位北京的王先生 王先生请简短发言 北京的王先生 您在线上了 喂 喂 北京的王先生吗 是吗 请讲 好了 首先我简单说两点 第一 我认为大陆的教育是不太成功的 因为大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这个科学奖 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嘉宾 就是说 获得诺贝尔这个各种学科的奖的多少 是不是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成败的一个标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是盲人 而大陆呢 这个在教育在残疾人特殊教育方面 的确存在很大问题 甚至现在北大清华还没有盲人成为北大清华的这个学生 这算不算是一个中国大陆教育的耻辱呢 好了 好了 非常谢谢北京的王先生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主持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这个反应热烈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台北的彭斯周教授 刚刚起被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桃园的陈先生他认为说台湾的教改并没有有效提升台湾的人力素质 另外湖南的何先生他说这个台湾是不是对于招收大陆学生有些疑虑 湖南的张先生他说他想了解一下台湾的私校的状况等等的这些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请这个彭教授综合简短的答复一下 是我简单做一下回应 首先第一个教育改革的成功 因为我们不只要看是制度上的改革 还要再看是教育内涵的改革 那我认为未来台湾整个教改的方向呢 它的中心思想应该是要教育学生 你会提问题比你知道答案更重要 答案是错的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人生的答案是不断在变的 可是你会不会提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学生未来应该要学的一个重点 也是未来台湾教育应该要引领的方向 我相信美国会这么强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学生比台湾的学生会提问题 虽然台湾的学生比美国的学生知道更多问题的答案 可是你提问题不如人 当然竞争力就显得意见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回应一下大陆听众朋友的问题 现在台湾的确是已经有开放了大陆的学生 到台湾来做半年或一年的一个交换学生 但是它开放的那个量只占整个当年招生总量的1% 也就是说大概是2000人左右 那你打散到整个台湾的160几所的大专院校 尤其是私立大学 那人数根本不够分 所以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如果说告诉我说 目前的状况呢 大陆的学生 到大陆的学生 招收大陆的学生可以改善私立大学招生不足的问题呢 我认为都是原木求鱼的啦 那除非是将来在整个制度上有所改变 不过这个制度上牵涉到很多的配套措施 包含如果说你开放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 那他将来可不可以让他就业 还有他的这个健保或者是说各种一些身份上面认定的问题 还有整个吸引力的问题 那我认为都是台湾的教育部 还有这个各个相关部门要深思的问题 那台湾的私立大学其实面临最严重的 应该是少子化 在整个结构性的风险里面 就是台湾的这个新生人口不断的在减少 那大学却是那么的多 所以说我估计未来的五年将是台湾中间后段的 大专院校的一个这个求生存的时代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招生招生 不只是招收学生 对于很多的私立大学来讲 那更是招收生存 那当然这也是个契机 什么样的契机呢 你要是能够撑过这五年 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 那未来的那个机会呢 就是在这一些存活下来的学校 那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好的 谢谢彭斯周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请赵惠普先生 就刚刚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一些重点问题 做一些简要的答复 赵先生请 好 我刚我这样子 刚刚有河北一位张先生 他讲说这个制度问题 他说现在都是官员在治国的治校 他说有人在提出来教授治校 我想这个我问 我有蛮多中国的朋友都跟我讲 其实这都是蛮痛定失痛的 有时候讲实话蛮伤人 但是我还不得不讲 今天会有那么多假的博士 就是因为你的官员在统治学校 所以中国的那个校长都提名 都是由这个中国教育部在全管的公立学校 我说这样非常糟糕 就是说你的大学教授 并没有一个评鉴委员会 所以委员会里面完全是教授治国 我也有点意见 因为我觉得 但是 感谢观看